群众为了两岸福贸协议霸占国会 并且扬言扩大抗争 行政院长江银化呢 他昨天亲自写了2000多字长文 在运会向全体阁员来宣读 他要求各部会要坚守岗位 积极推动原定要推动的政策 不要受到福贸协议抗争事件影响 同时他也反驳了福贸协议黑箱作业的传闻 他呼吁特地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 千万不要利用这种情况来制造社会冲突 这样做呢是在伤害台湾的民主政治 那么对于依然在进行中的抗争活动 他也请警政署尽速协助立法院来恢复异常秩序